凌晨一点多获车司机到台北市北投移出市场送货 当下他车窗没关就下车 但前脚才刚离开 一名骑士东看西看 先到对街停好车后 再慢慢走到驾驶座旁 手伸进车内摸走手机 驾驶事后发现结盟报案 而警方掉位监视器 发现这名骑士是一名外送员 偷走手机之后 其实为了要躲避警方的追查 似乎就是为了要灭阵 来到这一条巷子里 趁着四下午人把手机丢进水沟盖 丢弃手机地点 距离犯案地点不到100公尺距离 似乎就是看卷着地点人车不多 驾驶器也少才把手机丢在这 警方调查被害人当时到复兴市场送猪肉 下车时留在驾驶座的iPhone11被人偷走 而涉案的40岁菜心外送员 有多起的切到前科 到案公圈只是一时好玩 才会恶作剧被依法总办 只是这名骑士 安全帽跟外送箱分别来自两家外送平台 为此平台也有回应 其中一间表示跟外送员 在两三年前就终止合约 而另一间平台指出 按照条款还有市群指引 只要确认外送员有涉案 将会永久停权 外送的送餐必须到消费者家门外 就怕有安全疑虑 平台也有审核的机制 以两大平台来说 除了硬制实销 绞交良民证 之后每年还得要定时更新 这回送餐途中 顺手偷手机留下了新案记录 为了想要再等外送员 恐怕也没有平台敢跟他合作 TV的新闻节目是阿曼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